hello 大家好 我是VShure X Green 小天龙的麥克特 那最近做了好多關雲燈光的影片 那這一集就要來聊聊近期很多人 都超級有興趣的一組燈 那就是智雲的X100與G60 那看頭先說一下這次也很開心 跟知名的相機的攝影配件經銷商怪機師合作 那感謝BOSS能借我使用這麼厲害的燈光用具 來拍攝、評測 那歡迎大家前往怪機師的店裡面去試用 然後或者是詢問、挑選 那基本上在怪機師這個地方都能找到最棒的搭配 最適合你的器材 那話說回來我相信講到智雲這個品牌 很多人第一時間想到的還是他們家的這個穩定器產品 比如說像是雲赫或是Webill系列 那如果你已經拍了五、六年以上 像是我 我是從2015年左右就使用這個智雲的GoPro的穩定器 開始認識這個品牌的 那當然近年來各家穩定器產品消水量可能開始趨緩了 那據我所知還在線上的一些這些知名廠商 接二連三的時候投入燈光用具 尤其是手燈與光芒的產品 那沒想到這一次智雲真的很猛 直接開發了一款 我不敢說撼動市場 但至少 如果你也有實際用過 可能就會回不去的一款非常好用的 COB的五光手燈 好我們先來講講G60 它體積跟我的圈頭 也就是大家的圈頭差不多大 那不加上其他配件 它的鏡重也300克 但照明出來的功率有60瓦這麼大的功率 那可變色溫 它是從2700K到6500K 顯色度CRI96左右 怕這邊大家不清楚什麼是CRI 那CRI就是顯色度 顯色度 顯色度越高 色彩還原度也就越真實 人眼 我們看的時候呢 就越能輕鬆地清楚地去分辨 在影視照明一致指標上 TLCI上也有97的好表現 另外在一公尺的這個距離 裝了原程的迷你燈罩 那它單位面積的亮度是高達11000LUX 好但我們戶外要去方便去使用它的時候 G60可能沒有辦法一直插在110V 這種插座上面 去發揮它百分之百的這個亮度的趴數 好那我們使用給大家看就是 現在很流行 很多人都有這種方塊行動電源 那它的這個官方的這個 上面寫的是它的PT快充是20W 那我們可以開啟G60 這個18W 24%亮度 如果你是使用了USB的這個頭 直接去輸出是12%亮度 那我這邊實際測試啊 一萬如果毫安時的這種行動電源 使用PT快充20W可以持續 點亮一個小時用20分鐘左右 如果你只是要簡單的戶外補光 G60的這個24%亮度 其實也算是夠用啦 然後你開開關關 然後你使用時常也算不錯 G60主要還是帶給使用者 方便跟輕便性這件事情 如果你真的很需要這種超高亮度 一定要看看我接下來要說的X100 好我們接著再來看一下X100這款燈 那也只有手掌 好這這麼大小啦 好跟大家爽應該差不多大 那重量也比G60重這麼一點 358克 裝上原廠電池收柄 這個也不會太重 就算一隻手拿相機 一隻手拿燈 好也非常的順手輕便 可便聲音一樣 是從2700K到6500K 顯色度CRI95左右 影視照明一致指標TL CI上也是97套的表現 對於這款燈的第一印象啊 我覺得很像一個工業設計感的一個風扇 好你不說他以為他真的是風扇 那這個當然是因為這麼小的體積內 要放到這麼大功率的燈 真的要把風扇做好做滿 我個人非常能理解這樣的設計 我也覺得非常合理 那不過其實也因為這樣的風扇 它讓散熱機制做得很好 那就算%開高 你開很久也不會太燙 你可能會認為這樣的風扇可能會很大聲 實際使用上我真的覺得這個聲音不算太大 是可以接受的範圍 那加上原廠的這種電池手柄 總共有三種的供電方式 等於說就算電池手柄沒電了 那你帶一支支援這個 18W的PD快充的行動電源 一樣可以繼續使用 比如說大家常使用這種小米 黑色比較肥的這種 兩萬毫安時的這種行動電源 PD40W 然後可以開啟X100的40%亮度 如果是方塊的行動電源 PD20W的這種 也可以點亮18%亮度 那我們實際測試 把X100的亮度%開到100% 連續點亮 大概也就是半小時 就這個電池手柄 它就沒電了 那你會想說這半小時而已 這麼弱 這麼不能打 不不不你錯了 我實戰今天證明 如果是晚上戶外 又或者是說 像酒吧這種超低光源的地方 我基本上只使用10%一下 就很夠了 那很多時候打開亮其實 反而是破壞現場的氛圍 多數時候我只使用到 X100的2%到4% 那我在外面 你要補光 我也站得比較遠的話 頂多開30% 40% 這樣的使用條件下 我拍了6個小時 4格電 只掉了1格 好 那 而且X100加上電子手柄 這種類似一體成型的設計 不用外接電源線 我覺得這個設計 非常的簡約 非常的方便 可以直接裝載到這個穩定器的支架上 那我第一次帶這款燈出去 實際的使用拍攝 欸 我就回不去了 好 又到了總結的時候了 那基本上這次合作啊 不是廠商主動邀請我 那所以大家不用想說 欸我今天是收了錢啊 才去做業配 才要說廠商好話 而是反過來 我是看到這款燈 我真的太有興趣了 G60 X100 好那 我於是呢 我主動聯絡了怪機師的BOSS 才有了這次的合作影片 那必須說一整鐘的使用體驗啊 智雲功力王 這兩款燈 完全沒有讓我失望 好 那我接下來總結一下 這兩款燈 幾個最大的優點 第一個 供電方式多元 不論是G60 或是X100 都可以透過行動電源 970電池 V掛電池 或者是X100的電池手柄 都可以獲得這個供電 那進行使用 就不會 必須一定是某種電池 才能用的狀況 好如果是某種電池 你用完它 或是你帶不夠它 那就有一種完全不能用的那種 現場不知道怎麼辦 那種尷尬 第二個 燈照卡扣 原廠出了幾款 我覺得很可愛小小 也很好用的燈照 那比如說有迷你燈照啊 柔光球 那迷你柔光箱 這幾款像是我們 好像把我們一般看到的燈照縮小了一樣 再來 也可以透過附上這個的 保隆哈口的轉接環 去使用澎湃架設的這種球燈 或者是拋物線的這種燈照 第三 這兩款燈啊 可以搭配這個 智雲的APP 原廠調控 那現在做這種消費級的燈光用具 一定都會設計出 方便使用者操作的APP 那智雲這兩款燈也不例外 可以透過藍牙連線控制多組燈光 進行協作 直接調整參數 非常方便 第四個 最後還是要來講一下 他們兩個真的很輕便短銷 而且電池我覺得蠻耐用 最後還是要讚嘆一下 不論你今天是在網路上看到 或者店家摸到 真的遠不及啦 真的遠不及 你實際使用這兩款燈的經驗 那這個實測完 我想我應該很快會擁有了 最後啦 那你看完這支影片呢 你會想要買自雲的這款燈嗎 哪一個呢 那為什麼呢 歡迎在底下留言告訴我 那如果你喜歡這支影片的話 也別忘了幫我們點個讚 按個喜歡 如果能分享出去 是我們做影片的最大動力 那如果還想看到 什麼樣的器材評測 或拍攝內容 也歡迎留言告訴我 好 這個講很多次了 我越講越順了 呵呵 好我是VJS Queen 小電動人的麥克 我們下次見囉 掰掰